哈喽大家好,我是脑袋会发光的灯泡先生 小时候在田野或者山上玩的时候 总是看到树叶上面有很多白色默默 田梗上面的小草上也有很多这样的白色默默 而且这些白色默默跟口水长得差不多 小孩子都比较好奇 就会问爷爷奶奶那是什么 通常得到的答案都说 这是什么 请不吝点赞订阅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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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其实不是我们路边看到的小草 而是大米和小麦这样的粮食作物 所以它们被定义为害虫 现在我们就知道了吧 原来在农村经常看到植物叶子上的白色默默 不是蛇的口水 都是老人家吓唬小孩子说的话 所以真的无毒 不过灯泡先生还是不建议你们去触摸这些白色默默 因为里面可是有小虫子的呢 不过灯泡先生还是不吝点赞订阅 不过灯泡先生还是不吝点赞订阅 不过灯泡先生还是不吝点赞订阅